新聞頭一條來關心 都已經什麼時代了 近年還有鄉親大宿家 把家裡的本舍整包拿去山頂帶 這幾年來 北瓜山頂很多山頂道路 因為真白症又好走 想不到近年所生為鄉親 淘汰本舍的好處 離譜的是 到連北瓜山大座風景窟來 頂山不倒 也生為本舍頂 電馬家這裡剛好好的山頂道路 草南也做起來 但是按山頂看下去 一包還有一包的本舍就躺在那裡 當地理長說 草南要不做之前 前幾有人塞車來這裡躺本舍 現在是騎機車經過在這裡躺得比較多 我們今天做起來的時候 比較大量的 用車躺的就不下去了 但是也是 還有百姓 拿來 幾乎彈下去了 用車躺就壞就對了 對對對 李政鄉民議代表官員 也專家帶他們來看 穿側比歐蘭 但本舍的精神有多嚴重 而且不是一天兩天是兩日 我們要去做協調 因為這個已經造成漲亂 兩年多 一直到現在 一直無法解決 這些垃圾不只囤積了兩年 而且最近又有新的垃圾丟來這裡 事實上除了中華市的山頂以外 包括花董和花粉 對連大杯水高 也都有民眾探just方便 就把家裡的本舍拿來等 有啊 他就是說 怎麼不看得到牆下去 牆下去 被人家就被人家沒有人的皮條 最患的又不然這樣 花粉也沒有去邊 竟然有人一車一車 把本舍帶來這裡躺 連肉放火燒 一家本舍當中 甚至有醫療費器物 就因为一直有议员接到民众党前 中华官议会表示 每一个相顶期都有理事的前方 议会将要求管政府相关的交出社 提出具体的改革办法 很多包括山的传理长都说 山顶的路变好境之后 市区的民众出门扎一包本舍 设一个丸就山到的档蛋 可是很方便